嗨 春大集 哈囉 大家好 賴佩霞因參選放棄美國籍 退選後被稱為選舉的最大輸家 如今回歸身心靈本業 持續開設線上進行課程 不定時在個人粉專開直播 女兒謝佩恩 一月一號這天在臉書上傳 一家人過新年合照 賴佩霞看起來氣色不錯 但他開設的工作方及眾多課程 其中自屆附上的心理諮詢師 經歷遭人檢舉處罰 就是粉專和官網上的這些廣告 提到一對一會晤 除了線上課程還有實體課程 衛生局接獲陳情調查後 認定違反心理施法 網站有一對一的誤談 這樣子的字眼 衛生局這邊是有認定他 違反心理施法第27條 有廣告的這個內容的一個情形 三萬元的一個罰還 他自身自稱是在廣州拿的 那廣州來的話你只能在大陸交 還是在郭董那邊講課的人 雖然那個不是收費對吧 可是呢他照樣還是在欺騙 記者之間到賴佩霞開課辦公室 員工表示沒收到檢舉以及開罰內容 截稿前本人沒有回應 只是賴佩霞沒有臺灣的心理施證照 要是擅置執行心理服務 恐怕還涉及刑法 可除兩年以下有期徒刑 衛生局也交由北檢做後續偵辦 北檢目前也依規定分案 要是需要不排除會約談 賴佩霞到案說明 賴佩霞在很台北昌報道